清除杂草定时浇水施肥 翠绿的青江菜 在民众细心照顾下 长得又大又漂亮 看到自己亲手种下的菜苗即将收成 大伙都相当有成就感 把这个黄的不好的把它拿掉 不然它会烂掉 会把那个青菜刺掉 大家都可以蹲青木林 老人家有工作做又对身体好 这里是北投玉民里的城市菜园 小小50平的空间 属于室友土地 但过去40年来无人管理 杂草丛生 里长庄正宁上任后 就积极向市府争取任养 终于在今年9月整理完毕 开放社区民众来种菜 一格一格上面都有名字跟格子 就是有些人他变成说 比较没有时间来照顾的 那些菜可能就长得不是很漂亮 但是我们也不特别去为它照顾 让他们去知道说 有照顾跟没照顾确实差很多 那小朋友来了他就知道喜福 原来种菜这么辛苦 菜园开放两个多月来 即将迎接第一次的采收 民众兴奋的心情全写在脸上 中理长还计划未来要增建棚架 让民众可以种植藤蔓类瓜果 丰富城市菜园的样貌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导